歡迎收看近新聞調查報告 深水幼教還查不到特別報導 我是廖芳姐 近來拖嬰中心 幼兒園虐童事件頻傳 還有胃藥風波的疑雲 我們的孩子究竟在什麼樣的環境長大 而政府對幼兒園的品質又如何把關呢 檢視目前的幼教體系 全台6000多家幼兒園 其中4033家是私立 769家是公立 還有1859家 是所謂的準公共幼兒園 那什麼是準公共幼兒園呢 這是在少子化海嘯下 為了解決公立名額不足等等的 投育難題 從2018年開始到現在 政府挹注了幾百億的經費 給私有業者補助納入公共化 另外也是有補助家長的 所以學費每個月不超過3000元 理論上這些幼兒園拿了資源補助 就應該要提升品質 但是政策實施了5年來 亂象問題仍在 經新聞追查了全國準公立 幼兒園的裁罰資料 發現從北到南都有累犯十多次的 依舊沒退場 第一名落在台南 違規被罰了13次照樣經營 包括了教室資格不服啦 超收學生沒有辦保險等等 但為什麼記錄不佳 它還可以繼續營業 而且拿得到補助呢 我們走法了地方政府深究幼兒園 查器中隱而未顯的官員心態 每次出事都說積極徹查 但家長卻說明明是鬧大了才處理 於是我們發現地方政府對開罰似乎呈現寬容心症 不到虐待不出重手 違規業者難退場 幼教安全就堪律了 但這些幼兒園掛著公共公立之名 政府難道不該更嚴格檢視嗎 已經趕三家醫院看報告 江先生是板橋幼兒園胃藥事件 是否介入前就自主送檢的家長 每次從醫院拿報告回家 不管檢出未檢出都是煎熬 我兒子本身也是早產的 我必須要替他找出真相 這是我身為父親必須該做的事情 找真相送三家醫院 土塵腸根驗尿 臨口腸根驗血 榮總再驗尿就怕毒物殘留 5月31號臨口腸根報告 讓他們被迫上化學課 第一次聽到 八筆妥 殘留量1.2 擔心如果更早驗 數字是否就超標 想到無法保護小班的孩子 戴帽戴口罩的鏡頭下 使難而累 5月18號新聞首次曝光 5月24號教育局才聯繫他 6月2號江先生首開記者會 希望衛生局主動幫所有學生驗 新北市府到8號才開始驗 也是8號才廢止營業 我在這裡為保護孩子們不夠多錢 深深地給大家致歉 幼兒園亂象層出不窮 得檢視台灣學齡前教育制度 關鍵轉折是1961年 人口激增 政府將資源集中國小教育 施犯停招幼教科 埋下至今幼教失資不齊的原因 更因照顧需求大增 私幼與後春筍 政府卻退出幼教又無力吸管 至今亂象重生 1992年健康幼稚園火燒車事件 就是早年諸多亂象之一 遊覽車老舊失火燒死23人 政府才規定租車的年限 車輛違規教師不合格 超收是最常見的違規事項 因為我們的概念 我們認為照顧是家裡的事情 就等於是女人的事情 當時政府本身就不介入 所以它是幫助市場發展的 直到近年少子化成國安議題 政府重整0到6歲教育機制 0到2歲去託嬰中心 2到6歲去幼兒園 過去公託公佑三多週少 2018年推出準公共政策 一方面挹注私幼業者經費 鼓勵加入 另方面補助家長學費 每月不超過三千塊就能讀 目前全國4,033家私幼 三成1,859家加入 提供超過8萬個準公名額 從第一年花37億到去年107億 準公幼兒園政策花了292億 但諸多私幼時期管不到的問題 一準令下就能不攻自破嗎 走短線就是直接跟市場購買服務 某種程度就決定了 你要養人鼻息 一方面有棍子 還有蘿蔔 就現在變成說要馬而好 要馬而不吃草的情況之下 等於說你真正辦學不好 你也不敢讓他退 讓私立業者坐地 華麗轉身成功 違法的事項依舊沒有解決 2019年新北永和 一家準公託中心被檢舉 主任帶頭抽腳底板 塞櫃子當懲罰 主任強硬態度 當時震驚社會 那不叫施暴 那叫情緒施暴 那你想怎樣 新北市府也才重罰三人 各14萬 勒令停辦一年 打是偶爾為之 不是常常 不到虐待就不退場 是基於兒少全法第83條 虐待情節嚴重 得停辦一年以下 因此攤開全國幼兒財罰紀錄 違規第一名 是新竹縣這一家 違規41次被罰超過300萬 才在2021年 被勒令停辦一年 何以政府空有法條在手 卻到最後上版面才下手 我們認為寬容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結構造成的 又是輔導者的角色 又是稽查者的角色 就是業者 他會輕輕的放下 近新聞深究 是否寬容新鎮 一筆筆追查 全國教保網發現 更縣市 都有累犯的準供幼兒園 多是超收 禁用不合格教師等等 而且還在營業 台北 彰化 高雄 各有業者犯規六次 金門和嘉義縣有七次 新北八次 桃園有九次 桃園有業者單次因為超收 就被罰了49萬4千元 違法破十次的不只一家 前三名 平東有十一次 苗栗台中各有十二次 全國之冠落在台南 這家業者違規十三次還在經營 2018年到19年 屢次因為師生筆不符 超收 用不合格老師被罰 光是不合格教師 就罰了三次 台南市政府說明 這家幼兒園 2021年才加入準供 這一些違規事項 都是加入前所為 而加入後 市政府持續查過兩次 沒有再違規 認為準供政策 有助於促進業者自重 有時候他納入準公共 或是他有一些規定 受到政府的補助 反而你要輔導他 你力度會更強 我們也做了一些 細部的數據的分析 在加入前的 違規的事項很多 但加入後的他變少了 因為他準公共化之後 在市場上的競爭 因為價格的優勢 他有一些點 他也捨不得放掉 地方政府的難處是 動輒重罰 恐失比例 也可能讓地方收拖量失衡 因此期望改善為先 但這也是被詬病的寬容 因為準供業者拿了補助 也當受到更嚴格檢視 只要他們不違法 他們就可以申請成為 準供共化幼兒園 其實就是有點像是 在暗示 準供共化幼兒園 就是他可以用這些 來當作他的紅利 再看全國準供違規次數 第二名 台中市這一家違規12次 不只超收 校車車零超過10年 甚至直接規避 方案檢查 這麼明目張膽違法 台中市府敢硬起來嗎 其實我們會看 他違規的太一樣 是不是經過 我們限期改善 他的難不改善 才會落入到解除契約 為了安全防範未然 鐵腕不能再風利點嗎 原來準供設立要點第三點 需要符合收費數額 職員薪資 師生筆 基礎公安等等 但沒有載明違規次數 不得加入 因此業者要申請 語法 難拒絕 所以相關團體才質疑 設立標準不嚴 淪為人人有獎 這麼基本的項目 被作為是一個審核的要件 好像是在告訴 私立幼兒園 不闖紅燈是我們市民 應進的義務 但是如果你不闖紅燈 我們就送你一千塊的獎金 這樣子 雖然準供要點 第十九點載明 涉及而虐 違規收費數額 以及教職員起薪 低於三萬 可以解約 但也藏有彈性空間 三次沒改善或是旅犯 才得以解約 地方政府的寬心 便與法有據 通知三次限期改善 才得解除契約 其實就是水很深 根本沒有縣市政府敢 真的去解除他們的契約 因為這些私立的幼兒園 他們背後有多少的財團 跟明代在替他們撐搖 所以繞到一個 不可收拾的新聞版面 他們才有可能會解約 而風頭過後是否再查 查幾次 台中市有七百多家幼兒園 只有十位人力積查 台南市六百多家 有八人可查 人力不足難以普查 查到又網開好幾面 如果改善就好 不會撐起一個合法的 犯規空間嗎 教育局所不可能不知道 哪些元首可能相對 風險比較高 我們的幼兆法 還有相關的法規 都賦予著主管機關 有很多的權限 看主管機關要不要做而已 衝緊不一 那我們孩子的權益保障 也就相對充滿很多 運氣的成分 但是權益的幼兆 不應該是靠運氣來賭一賭的 圍羽不圍堅都在地方政府手上 我們普查也發現 屏東跟新竹市 都曾解約屢次違規業者 舊市認為依法是得解約 不是得解 但五年來全國只有十家準公佑被退場 1859分之十的淘汰率 洪湖跟連江甚至零財罰 財罰多的讓人擔心 少的讓人質疑 心理學說六歲定一生 關鍵六年零到六歲國家養 政府是得養還是得養